最近百度2021年味搜索大数据发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 总体来说传统年味还在延续 南北年俗是各有不同 云过年方是五花八门 老年人也在及时的跟进 下面咱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 这些藏在搜索里的新变化 那首先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一份年俗图表 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 压岁钱还有送祝福买年货 是今年的热搜年俗 此外年夜饭挂年画贴春帘等习俗 也是人们关心的热点 但是在地域上 这南北方的关注点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南方地区更加关注手碎 吃汤圆还有其他等等一些习俗 北方地区就更为关注包饺子放鞭炮 对由于南北过年的习俗不同 百度年味搜索当中 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南方人会搜索我们北方人 过年为什么要吃饺子吃洞梨 还有留灯正月不理发和搓枣 而北方人也会好奇 南方人拜年也会发风包吗 南方人过年也搓枣吗 等等这些话题 那今年的春节有点特别 因为一些人选择就地过年 所以说这过年期间的吃喝玩乐 也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头一桩就是 过年不回家 这年夜饭要怎么来吃呢 百度搜索大数据就显示了 近三十天年夜饭菜谱的相关搜索热度 环比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八 是所有的搜索当中热度最高的话题 那从热搜的菜品来看呢 就地过年的小伙伴们都在寻找着各自的家乡味道 我们辽宁上榜的味道就是锅包肉 广东的90后最爱厨房 那解决完了年夜饭呢 年轻人还把这个注意力聚焦在了看电影这件事上 数据显示呢 近三十天春节当电影搜索 环比上涨了百分之八十 那么其中呢 90后的年轻人是占比百分之五十六啊 吃好玩好了 那当然呢 也不能忘记给亲朋好友去拜一个年哈 就在长辈们囤年货的时候呢 年轻人们都在忙着囤表情包 准备着在朋友圈和大群里发力 永当拜年弄茬儿 这吃喝玩乐都搞定了 也该思考一下这个终身大事了啊 既然见面不是那么方便 咱们呢就干脆把这个乡亲搬到线上也挺好 数据显示 云乡亲的搜索热度同比 蜀年春节升温了百分之二十五 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呢 成为搜索的主力军 而且平均年龄是整体的下移 95后成为云乡亲的主力 1996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 最着急找对象了 说完这个96年着急找对象 咱俩确实也应该 已经不着急了 已经不着急了 这个年轻人呢 关心的是脱单 老年人关心的是 如何给晚辈们来发红包 那么如何发红包 成为50后的热搜话题 其中啊 山东的长辈热度最高 智能生活也在倒闭着老年人学习 那除了发红包呢 老年人还在关心 如何用手机发红包 那健康码怎么弄 快递单号如何查询 手机发红包呢 查询快递单号 这都是今年就地过年之后呢 老人在表达对远在外地的 年轻人的惦念和爱啊 是啊 搜索里承载着学习 记忆和传承 搜索里呢 也透露着年俗的变迁 而无论如何变化 年味永远都在 年味一直都在